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可以再关心他一点 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任性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会在一起 那时候的我真的很作 我觉得男生哄女生天经地义 吵架了就应该他道歉 不然就能一直冷着他一句话不说 很多金毛蒜皮的小事 我其实都明白是我不好 但就是无法放下面子 坦诚地讲 我错了 他说从来不觉得我性格很差 但他每次都期待 我可以正视自己的错误 哪怕只是回头看看他 但我却死守面子 没想过给他迁就 我成了每一次吵架的胜利者 却彻底输掉了那个人 冷战真的很伤感情 不要硬扛着 浪费享受幸福的时间 和失去一个真心爱护自己的人相比 其实面子不值一提 请回答1988里 大学时 宝拉因为学生示威事件 被警察堵到街角 要把他带走调查 妈妈生泪续下地为他求情 说你知道我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吗 在这一片学习是最好的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学费 自己做主和老师改了志愿 穿着拖鞋在雨中的妈妈 脚趾因为着急磕破了 泪水跟雨水在她脸上流着 她都不在意 只是重复地解释着 我的女儿不是那样的人 宝拉说偶尔会觉得妈妈很丢人 为什么连骑马的脸面和自尊都不要 直到多年以后 宝拉回首往事 才明白曾经的她有多自以为是 比起自身 妈妈更在乎的是她 人真正变强大 不是因为守护着自尊心 而是抛开了她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在北大毕业 他真的很优秀 但找工作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心疑的几乎都被更优秀的人抢走了 但让她接受一般的岗位 连我都觉得可惜 但没想到她很坦然 她说虽然知道自己学历不错 但和工作经验丰富的前辈们相比 她还是个纸上小白 与其端着架子不愿低头 不如一脚踏进社会的洪流中 在跟生活的实战里 找清自己的位置 一代宗师里有句话说 人活在世上 有的人活成了面子 有的人活成了理子 而只有理子 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 长大后的我们不再锋芒毕露 不再跟世界正面硬刚 而是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服软 不是因为我们怂了 而是我们明白 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 我始终相信 所有的失去 都是为了守护最值得的珍惜 是 有所得 忠质 ction 。